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他训练的选手 战胜了中国队 在举动界 几乎是中国选手的天下中 菲律宾举动选手迪亚兹 突破重为一举夺金 菲律宾举动被欣喜莫狂 不过迪亚兹的中国教练高凯文 是敢在角落陌落的滑手机 不敢出面 今年六四岁来自北京的高凯文表示 作为中国教练 带领菲律宾选手战胜中国人 情绪 故障 他从后看到自己训练的运动员获胜 肯定高兴 但非常好顿 在为迪亚斯感到骄傲的同时 也为中国感到惯喜 他担心会刺激到中国 就一直躲起来 没有出面 他也相信大家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你坐到菲律宾了 这次被摇取了金钱 难怪菲律宾人会如此开心 毕竟自菲律宾参加奥运以来 长达97年 从来没有得过竞牌 这次终于靠着迪亚兹 达成了零的突破 不过菲律宾媒体 引述迪亚兹的说法 中国队对于他的教练高凯文 没有在比赛前 私下提醒中国队 有关迪亚兹的资讯 而感到不满 迪亚兹对菲律宾新报说 中国队对我的教练有点生气 因为他没有对他们透露 有关我的力气的情知 高凯文这表示 他希望中国看到其他国家获胜 能有接受的胸怀 毕竟一个运动项目要发展的好 就必须要有竞争 一个国家好有什么用 如果是这样都自己玩了 别人都不跟你玩了 如果都是领冠军 那还练什么呢 要有竞争才有意义 可惜高凯文也知道 这种意见是添不进去的 迪亚兹获胜后 他甚至不敢向迪亚兹自贺 是敢在颁奖后有报迪亚兹 菲律宾第一位奥运金牌 国际东西综合百电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内容